各位视频前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湾进步党主席林国华博士 今天我要以两岸交流应回归务实层面 这样的主题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那三年多的疫情 两岸基本上的一个交流 基本上来讲都是断层的 那所以这一届的6月17号的海峡论坛 变成是扩大执行 那除了这个6月17号的主论坛之外 总共前前后后加起来 有53个论坛 在同时在前后这样执行 那我个人呢 我是从第6阶的时候 2014年开始来参加这个海峡论坛 那在这个2014年以前更早 我是参加北京的京台论坛 从2012年参加京台论坛 叫做交流与共享 它是一个台盟 也就是台湾民族自治同盟 也就是中国 有一个执政党叫做中国共产党 其他还有八个参政党 八个参政党里头呢 有一个政党是专门对台湾的一个窗口 叫做台湾自治 台湾民族自治同盟 简称叫台盟 那我2012年我自己3月21号创党 5月份 我就是某一个台湾工党主席 谢正义教授的推荐 我就到参加这个 5月份就参加第一次的京台论坛 那时候我是以 一个论文的题目去上台发表 只有七个人上台发表台湾 我就是以一中架构 两岸交流 迈向和平统一的策略分析 那我这个文章讲出来以后 两岸都是蛮好的 特别是我们台湾的吴伯雄 他说一中框架 那是我提出来的过想 变成是这样子 现在也了解这样子 那2013年我去了以后 到论坛前面的一个晚上 他们通知我说 林国主席 第一个 你协力最高 是博士 第二个 你有象征的意义 你是我们祖国栽品出来的博士 所以 明天早上就由你代表 这个 开幕式致辞 你就是团长 哇让我吓一跳 他叫我写稿子给他要审核 我说你现在突然跟他讲 我也讲不出来 在这里我也没有电脑 那就是不好弄 那基本上我就讲两三个问题 就跟他讲说 我就在这一个主题之下我来讲 不会给你凸垂的 大概是这样子 那他也信赖我 我就致辞了 第三年开始 我就是参加变成是台盟 联系三年以后 接下来就变成是 中华台联跟了对接 中华台联跟了对接以后 我才认识一个说 中国除了一个执政党 八个参政党之外 还有八个团体 叫做八大团体 这八大团体专门对台湾的 就是中华台联 中华全国台联这样单位 这个单位有钱 因为钱从内蒙古一直到海南岛 他都有分支机构 都有企业经营 这个很好 那所以这样叫几年来 就是到现在一直保持的十几年来 十一年来都一直保持 跟他的互动 所以我这个到了陕西去 也是台盟 到了山西也是台盟 到了山西是台联 到了这个陕西也是台联 其实到了厦门 也是台联 那接下来的话 中国是这样的 两岸之间有五大论坛 第一个 最大的叫做国共论坛 就是国民党跟共产党两边的一个高阶 去论坛 第二个就是将军论坛 一个两岸的将军 就拉拢了我们这些啊 所谓退降啊 去那里有没有 听人家唱歌歌啊 搞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啊 这种 一下子来 我们 我们以前都是这样碰到这种情形 就刚好去上厕所就好了啦 就有人就 不愿意走啊 有的时候 我我虽然有个老鸟啦 所以我都是疑似 我知道我的位置坐在哪里以后 我就先出去等 等那个这个歌歌唱完以后 我再去 这位置坐 这样就不会有这些尴尬的问题场面出现啦 让一些有先人来来来坐 他们也能够体谅啦 就是就是讲不愿意 千万不要讲哎对不起 你们唱歌歌我不能再讲 不要去跟他讲这些话 刺激的话 就是各自有各自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考量 那我们最重要的是要两岸要去论坛 讨论什么事情 对我们两岸的互动有帮助 对我们人民会有一个利益 比如说我有一年呢 他们要我说去跟这个 这个这个 我们宜兰的这个医会的医民 去跟他讲 怎么样来怎么样来 在钓鱼台的周围 尽量去那里捕鱼 他们会去怎么样呢 日本来赶的话 他们会用飞弹 去给你保护来的 他们不敢不敢去赶 我也把话转达啦 但是我不是医民 我也没有开船 所以我也去尽量就说 有一些事情我们不妨提出来 看看两方的说什么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这个务实层面 也就是可以谈的 结果两方都有意的 对我们中国 对中国也好 对台湾也好 对两岸将来的统一也好 这有具体帮助的 这个很好嘛 所以这一次是疫情以后的 第十五届的一个海峡论坛 海峡论坛里头呢 王富岭他是中央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常委 代表了习近平的支持的时候 他讲了一个道理 很简单就是三级化 叫做国家好 民族好 两岸人民才会好 那我觉得呢 我就觉得说你看看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跑马登这样讲的 他说这样的冠军冠海来讲 他说十五届海峡论坛提出 国家好 民族好 两岸同胞 才会好 那这样很简单你说有什么不好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说 宣示了怎么样呢 要继续致力促进两岸 经济文化交流的层面 那这个合作这个很好 然而深化两岸 各领导各领域的一个融合 发展 然而呢能够造福 台湾同胞 的这个政策 主张 好 这个就是习近平 在这个 第十五届的海峡论坛 我觉得这个讲的也很 我们讲说平时啦 实在啦 这个我觉得说 这个是可以直接来转达 这样的一个 那我们这一次的主要的贵宾呢 是由我们中国国民党 这个第一副主席夏立元 副主席来参加 我们这个夏立元副主席呢 他是在马英九时代的 这个陆委会的主委 在这个之前 他是我们中华邻国的外交官 他是驻美的这个 纽约办事处的处长 从那里就开始出来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他是早期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去促成马席会 促成马席会 这个 这个落实了这样的一个成果 所以现在呢 马英九一直希望 国共两党能够重新 启动能够促成马席再会 所以呢 他安排了朱立伦继续来选党主席 这个考量啦 因为自己再下去选 选不上啦 选不上更难看 所以就这样子 那夏立言在这个致詞中讲话呢 他还讲得很平文 他说 中国国民党 坚持九欧共事 反对台独 政治基础 然而呢 持续 推进 两岸 经贸 文化 交流 也是讲得非常不文 交流合作 那继续怎么样呢 台海和平 然后呢 稳定发展 然后呢 推动怎么样呢 两岸 重返和平 这个 繁荣的一个 康庄大道 这讲得都很 很场面话也很棒 但是呢 象征的意义就不同 代表怎么样呢 国共他们是有共事的啦 那事实上来讲 我也蛮同情这个 现在执政的民进党 因为中国一直希望他说要坚持九欧共事 九欧共事是国民党跟共产党的共事 那民进党怎么会去 去录持九欧共事呢 所以当时我一直来建议 就是要建议 习蔡的一个新共事 就是习近平跟蔡英文的新共事 这是用取代的九欧共事 其实九欧共事最简单一句话啦 就是 就是两岸一中啦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那么在主权上来讲 两岸确实是同属一个中国 只是现在来讲 治权 不及以对方而已啦 那我们这个台澎金马 现在在全世界里头 剩下的邦交国也没有什么多大的象征意义啦 导致呢在其他的这一百多个国家里面 都建立了怎么样呢 经济文化代表处 那经济文化代表处呢 所以经济跟文化 跟全世界都能够交流 我们跟中国呢是怎么样呢 同文同种 讲的是相同的语言 败的是相同的祖先 败的是共同的神明 那你说有什么好吵架的 就是这个事实怎么样呢 没办法 我们呢 说我们台湾呢 是借以美中两大强前之间 他们高兴的时候 我们呢没有问题 他们不高兴的时候 他要你选边站 那我们台湾人民呢 政府必须选边站 我们台湾人民呢 台湾人民呢 表面上跟实际上 怎么去选边站 美国跟我们呢没有多大的 那是等于政府之间 跟他们的问题 那我们老百姓呢 英文讲的也听不太懂 那中文讲的都听得懂 那你说你要去跟哪边去交流 所以呢 我就认得这样 所以我这一次 我这个先前后后 我参加了三大论坛 然后呢 五个分论坛 那在 除了这个山西的 这个就是 大宏统的文化节 就是行根之理 两岸行根之理的之外呢 到了这个山西的这个 百米常见 共会祖国河山 这个两个论坛之外呢 一下回来的话 就是厦门的百姓论坛 那百姓论坛呢 我推荐了14个人 跟了我15个人 其中呢 有一半呢 七个人呢 是走贵宾通道 然后呢 坐的是贵宾石 晚宴坐的是主舟 所以呢 基本上来讲 也感谢 这个 对岸队伍的一个 肯定跟去重 基本上来讲 百姓非常好嘛 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那现在目前看的 这张图片呢 他其实是 我在陕西致死的时候 他后面的跑马灯的背景 背景有这一张图片 那么我是在2014年的时候 有到这个北京去参加 他们的国宴的时候 我也站在那个天南门前面 在那里拍的照片子 所以就没来 那这个两岸的百姓论坛呢 这一张图片 就是呢 这是我带记的团队 有几位在拍照的时候 我就落掉了没有来啦 那我们这几位呢 都非常好 那站在我 我的右手边的 这位是 这个吴礼品会长 他是我的邀请人 邀请我去的人 那我左边的 这位是什么世界华人 领袖 这个这个 理事长就是潘静雅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台湾自由工党 吴泉宏 那后面站了一位呢 那这个的话就是刚好 他就比较客气 就挤到后面去了 那就是我们这个 我的这个大道统计会的一个会长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张琼文 那是前台湾的 是属于叫做前敏参政大联盟的主席 接下来的话是中华精英党 后来改名叫做白党联盟 就吴情志 那我们这几位呢 还有左边两位呢 最右边的一个陈秋龙 这个整务士工党主席 那还有这个第三位呢 这个还有一个叫高国庆的医师呢 他是东方红党 那这几位呢 我们就是能够怎么样呢 有七位找贵宾通道 这个百姓论坛 这个就是一个有的班底 那基本上来讲 这个大家去那里表现也蛮好 这个这个比较 比较这个 那 那我们来看下一张图片 这个就是 第15座海峡论坛的一个 首席的一个官方 他是怎么样呢 他是福建省 的前省长 副省长 叫做郑建敏 郑成功的郑 那我也这个 我因为我是谁姓名谁 他爸爸很有智慧 马上就能够怎么样呢 取他名字叫郑建敏 所以呢 他这名是我们这个 闽南的名 所以我就觉得说 他基本上来讲 有事之事 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血运很好 那这张图片是怎么样呢 我6月21号 去参加了一个 这个 这个论坛回来以后 要回来台湾 我到了这里 那中间这一次 做中间的就是吃饭付钱的 他这个感谢 这一次 他是 中国的软科学 软科学就是 我们类似现在AI的 这些智慧的一个公司 董哥 他一个协会的会长 那这我右手边呢 是第一次见面了 我也没想到弄一个参谋长来陪着吃饭 那这纯粹第一次认真 那真正邀请我的呢 是这这主人的 左手边的这个王富基 他是厦门的一国两制 这个推动会的一个会长 那另外一个小姐呢 他就是 就是帮我们服务的 这些来这个做的 所以我两岸论坛 我就觉得就是说 在这个整个的论坛里面 要务实去做 那我这海峡论坛完以后 我就 百姓的人就回来 回来我6月16号的下午 我就搭车呢 搭飞机呢 到这个五通码头 结果跟我去的一个人呢 他被扩留在里面 三个小时出不来 不是人都跑光了 到最后呢 最后一班船 连那个计程度都没有了 那我的话呢 我如果离开那个地方 我是接人家用人的Wi-Fi 他的Wi-Fi呢 我的大陆的手机 他又没有加他Wi-Fi 所以到最后呢 没有工作 我就问人家怎么办 他说 你最好去鞋队面搭公车 公车搭到 搭到那个怎么样呢 四驱里头以后呢 你再来怎么样呢 去找季型车 到军态饭店去 那结果我在车上 我就找到一对年轻人 说 你帮我看一下 我如果要去这个饭店 你能帮我怎么样呢 坐到哪一站下车 比较方便 他看看一看来看去 他说所有地图说 哎呀这样两个人看一看 这样好了 你现在这个外面又下雨 你现在又不会 那我干脆 我送你去好了 我们下车 我就是议员一部车子 来载你到饭店去送你去议程 所以我就觉得说 两岸的人民 他听说我需要来参加论坛的 都没有什么任何的敌意 也不会说你是什么什么呆包啦 我们说阿拉阿啦 都没有这些问题 那为什么现在呢 就是搞了乌烟杖气 都弄得这么不和谐 所以我基本上来讲 我这次去参加这个论坛完以后下午 我就搭了这个去营销的一个 来接了转车跟着我们高雄团的团联 一起到营销去 到了营销去以后呢 成本这个营销论坛的 当地的这个主办人也 非常盛情的安排我做主桌 那做主桌其他来的都有带着团的团长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基本上来讲 跟他们的具体的交流 那第二天来讲呢 去参加参观了这个开张圣王的文化节 那下午的话我们就开始出发 转到怎么样呢 转到东山岛 那么东山岛的话 我们曾经呢 两岸呢 大陆撤退的最后一个单位 就是在东山岛 然而呢曾经我们反攻大陆 确实有去反攻大陆的 也是怎么样 现在我们金门的福连将军 带着部队还有海空海军陆战队呢 直接呢带了一万多的兵呢 从什么说 想要反攻大陆必须东山再起 就说从东山下去进攻 所以到了东山的话呢 以前的话是非常荒芜的 现在非常繁荣 为什么他们轰杀怎么样 他们都种了这个这个怎么样呢 木马房 先把土地留下来吧 轰一吹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以前的话孤岛 我们就看了那里的寡妇村 寡妇村就是 国民党撤退的时候 最后把那些年轻的人 有查户的名义 到家里去把人都抓走了 只要是二十岁 十六岁以上的 四十岁以下的就抓走了 就当兵了 结果呢 前村的话男人都被抓了 现在寡妇 这个就是寡妇建议馆 那个司机叫做谷 道谷的谷叫谷文昌 所以当地中山人说 到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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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端这个我们这个清音节的时候 先拜武功再拜祖宗 你看看那一个人的司机在那里 受到了当地人民的尊敬 结果呢我一问之下说 中国有一百个司机 是伟人传里面其中这一个人呢 谷文昌这个其中之一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上网去搜寻 但是呢尽管再来再做好 文昌大革命还是要斗争 也就抓去劳改十五年 后来又回来了 那所以基本上来讲 就是共产党有共产党的问题 那我们的国民党有国民党的问题 民进党也有民进党的问题 台湾也有台湾的问题 但是现在来讲 两岸都非常怎么样呢 经过几十年隔阂以后 都非常进步了 我也讲过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作为在台湾出生的中国人 我也感到非常骄傲 为什么 台湾的迷养我党大 对不对 大陆呢 提供了我这个什么呢 祖先提供了我这个 大学的一个就业 那去那里 最后我完成的一个 我的学位是在 广州中央大学 我是前日制的学生 我不是港澳台考进去的 我是岭南九省连昭的时候 考进去的前日生 家人的支持 我进去的好好 所以两岸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以后呢 你去到了 我到了东山岛以后 后来就转到了怎么样呢 去看南京县的土螺 土螺的客家 那为什么要去看土螺呢 我的爸爸是福建普天人 我的妈妈是苗栗的客家人 他们两个是不同的族群 那我是融合了 这个外省欧代也好 但是我一直没有认为我是外省欧代 因为我爸爸不是1949年撤退来了 他是找了十年来这里打工 以后回不去的 所以呢 今年的这个4月30号 我也去福建普天 去参加九牧林的一个祭族 大典 他们的安排我到做主祭人 至于前排的主祭人 三万多人同时去祭族拜这些墳墓 心中的感动 我当然趁着机会回去我的家乡 福建普天到里 又回去我的叶秀村的姑妈家里 还有这个这个 我的爸爸的房子 就是在西山 然后我的叔叔他们都已经搬到渡象村来了 我去那里我看到那里的农村 每个人都很有钱的 但是马路还是很狭假 所以我这种觉得说 一个村庄要改变 不如什么城市再造 这是我的看法 那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想 两岸交流应该回归务实的层面 就农业有农业的交流 逾业有逾业的交流 政治有政治的交流 宗教有宗教的交流 然后呢 书法有书法的交流 各层面 因为来讲呢 落实于文化 在中国其实来讲 他们的宗教 坦白讲 还不是很真的很自由 因为怕击中 这些击中很麻烦 但是台湾 有跟着妈祖走七天六夜的 在大陆没有 大陆能不能把神明抬出来 弄个什么项目 大家能够交流 做点生意 所以我们台湾来讲 作为在台湾这个地方 我报导 我也觉得蛮好的 能够怎么样呢 在一个享用自由民族 人权 法治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们看到中国的结局 看到他们的进步 看到他们的慢慢的 融入于整个全世界 甚至于他们的一带一路 都能够帮助很多热素的国家 基础建设 这个都非常好 你看像美国最近拜登在讲 他们要怎么全部宽平 你看中国大陆 找在没有人的地方 可可西亚 没有人 都还有5G 都宽平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们看得到中国的成长 看得到他们的进步 看得到他们基础建设 非常扎实 我们反观来看我们台湾 最近这10年来 你也没有看到 什么新的大学的建设 这个就是怎么样呢 我们一般来讲 政权的交替以后很难怎么样呢 光一个规划案 就没办法要落实 要很久 那我们中国大陆呢 说做就做 所以他们的能够什么 迅速效力 那么我们台湾来讲 我们讲求效果 尽量讲求效果 两岸能够有互补的功能 两岸能够互助 特别是在经济上 我是觉得说建议 国共都能够交流 我也在这里很诚恳的建议 对岸 也应该设一个民共交流 一个平台 这样的话 我相信民共也有交流平台 只是都在台边下 不敢公开而已 我认为应该要公开来 因为政策的辩论 对两岸的人民 都有帮助的 有利于统一的 都应该务实摊开来讲 这是我诚恳的建议 就是不要地下这样子的私下往来 变成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说 大家政策透明化 只要对两岸同胞 都能够帮助的 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祖先 共同的血缘 统一 只是制度上还没有 还没有模仿的很好 这是有待时间 我相信 两岸的统一 是时间的问题 两岸的统一 是站在怎么样呢 两岸的这个 这个扩大交流呢 有助于两岸的统一 因为怎么样呢 只有扩大交流 才能够建立互信 只有真的能够复兴以后 才能够怎么呢 才能够真正的谈判到统一的层面 那今天呢 时间的关系 那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次有机会 我们继续的探讨 感谢大家